Zither Harp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发型 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熄了的心 是飞翔的小鸟 自由却不是方向 飞得高 看得远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熄了的心 是神奇的舞蹈 旋转出生命的美妙 用了把一起跳 才能放回出力量 见到你笑 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 跟着你笑 幸福充满整个心房 毁掉所有骄傲 留下慈悲的温暖 水洗拥抱分享 阳光的灿烂 请跟我念 南无本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是释迦牟尼佛 我愿学习佛陀 大慈大悲 大智慧 大愿力 成就佛道 苦度众生 南无本是释迦牟尼佛 一心鼎礼 一心鼎礼 正言上人 正言上人 好 请放掌 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想能够见面 大家都有过去式的好缘 神 刚刚他们 菩萨讲了一位 所谓 蛇的故事 那 再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生命有轮回 你杀死 一只鱼 一只蛇 一只鲸 他都会产生生 生命的行为反作用力 你去爱一个人 将来各位也会被他来爱你 你去骂一个人 将来他也会回来骂你 所以简单的说 你对待世界怎么样 原来世界就怎么对待你 你对待别人怎么样 别人就什么对待你 所以念一下 善友善报 恶友恶报 所以首先我们要随喜 我们慈激功德会的大功德 他们到处出钱出力 号召更多人去帮助贫穷的人 需要的人 苦难的人 那将来的行为果报 那就一定被帮助 一定不缺钱 没有灾难 朋友很多 所以我想同样一个人做生意 有些人天生生意就很好 所以有些人努力了老半天 赚不了钱 那这个是很公平的道理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念一下来 不伤害众生 多帮助众生 多帮助众生 那佛陀跟我们讲的就是 我们守戒律 就是不要去伤害到众生 常不施 那经常要去帮助 所以我刚刚来 我也觉得说这块地 应该是政府借的 后来才知道澳洲政府 慈悲 看到慈激 怎么认真 就给慈激这块地租金一块钱 听说他可以用到 2046年还这么久 因为十年评估一次 做得很好 所以念一下来 随喜澳洲政府 那这个就是澳洲政府的功德 对所有宗教的一种尊敬 然后让这个地方像净土一样 特别这边叫黄金海岸 所以我很喜欢念一个字 来 心如黄金 身如乞丐 这就是我们慈激功德会的 心如黄金 自己呢 可以 比较淡薄一点过生活啊 但是想的是 如何去帮助别人 讲到十二 我也要讲一个轮回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台湾有一位广化老法师 慈激 所以 甚至有神通 他可以亲眼看到他的妈妈去极乐世界 那是因为他以前 还没有做出家人之前做过军人 那军人就是很喜欢去抓那些 那些野生的东西来吃啊 所以那后来出家啦 闭关 结果业障就来了 所有他吃过的那些鸡啊鸭啊 狗啊 排队像军人一样 一个一个来给他讨爆 他在房间打坐的时候 居然被抬起来摔到腿断掉 这个叫 闭关的时候 业障来逃了 所以他一出关的时候啊 强力的推广 一定要吃素 忍悔 忍悔 念佛 那有一次他 那我们出家人有时候结下安居三个月 不出四秒 但是有一位小女生透过别人去找老和尚 因为他的妈妈在生病病得很厉害 死也死不掉很痛苦一直在那边挣扎 那这位女生就请人家找老和尚 那个老和尚就出关了 为了慈悲就要出关了 直接跑到台中的医院 亲自去看这位生病的老妈妈 她女儿在旁边 那因为广化老法师有神通 她说啊 你妈妈想要脱离这个身体都不容易 现在有障碍 第一个 你妈妈腿上 一只腿有两个堕胎胎儿抓住她 她走不掉 结果一问真的 第二个 你的妈妈 一只腿有一只黑色的狗抓住她 不让她超度 也去不了净土 所以 那个女生就跪下来那怎么办 老和尚说 那你就替你妈妈跪着 向你的兄弟姐妹堕胎的忏悔 你妈妈你 她如果有清醒一点叫她合了掌忏悔 所以 那后来问这个怎么会有一只黑狗呢 后来她的女儿就说了 因为她的 哥哥从小 眼睛不好 快瞎掉了 有人就跟她说 跟她妈妈说 你去找一次黑色的狗 杀掉她 吃她的眼睛 我还有这种事 黑色的狗吃她眼睛 然后你哥哥眼睛就会好 所以 因为这样啊 所以 你妈妈 现在死也死不掉 往生也往生不了 你好好的忏悔 老和尚讲完以后 她就说 我回到寺庙 我们大家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她 所以 后来 再过几天 女孩子的忏悔啊 替她妈妈 然后 老和尚的回向啊 超度了 超度以后 妈妈就回光返照 醒过来很安定 很安定的时候 老和尚就说 她再来 老和尚 那你赶快为你妈妈送 阿弥陀经 阿弥陀你的妈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这样 这个老妈妈 就超度了 就 所以一个人要往生 如果有业障 就 死不掉 很痛苦 就算你要去净土 也有业障给你抓的 所以当然 我们为什么要提倡 大家多 吃素啊 护身啊 后面写个 这个如素护身 救地球 因为事实上 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前几天 我们这一团团圆 跑到那个 摩顿岛 是吧 人家是穿个比基尼 在那边晒太阳 我们不知道去干嘛 这李光头的和尚 当然有事干咯 因为那边杀了 六千多只的大鲸鱼 啊 我们在那边 念经啊 超度啊 因为佛法的力量不分在家出家 各位这一点要记住啊 很多人知道 哎呀师父你是出家人才有力量 不是我们的力量 你一念地藏经 你一念观音菩萨 他有力量 那我们只要负责相信就好了 所以你要相信 那因为我们的爱展现不出来 但是我们相信奥弥陀佛的爱 相信观音菩萨的悲心 我们那个时候很专心念他的名字 事情就改变了 这一点记住哦 永远记住 你的儿子不听话 你隔壁的老人 独居老人很痛苦很痛苦 我们也不是医生啊 那是我们和尚 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拿摩大悲观音菩萨 祈求观音菩萨帮助他 请问观音菩萨会不会帮助他 一定的救苦救难 所以我们就负责 负责这种相信 当然我们如果自己有功德 像各位在慈激功德会的功德太大了 那在全世界做了这么多善事 盖医院盖学校做环保 这一次还有一个大活动 你下来翻转非洲 要把非洲变成黄金海岸 要把穷人变成有钱人 所以那那当然这些功德 各位要记得 你做完功德也要回向给众生 那我们佛教有三个修行 第一个自己做的任何善事 回向公平的回向给所有众生 那就变成功德 如果你只有回向自己啊 或是什么 那个叫福报 不叫功德 福报可以享受到 但是功德永远不会消灭 所以自己做的善事 回向给所有众生 那变成功德不执着 别人做的功德 我们要怎么样来 随喜 所以各位一进来慈激 随喜随喜 看到证言上来随喜随喜 随喜 虽然只捐了一块钱 但是你随喜 你等于捐了一千块的功德 但是别人捐了一万块 我们把一块钱放下去 你不是一块钱 你加入这个一万块的功德 就像一滴水放到大海里面 大海里面都有这个水的成分 所以念下来 万人共造善恶因 万人共造善 美人皆得善恶果 美人皆得善恶果 这一次要去帮助非洲 全世界的慈激善心人士 发心 如果假设捐了一亿 一亿 一亿美金有那么多吗 好吧捐了一亿美金 但是这里面你只要捐了一块钱 请问你得到了多少功德 一亿美金 但是你要随喜哦 你不能说不行我才捐一块 捐十块 那你就不懂 就说我们随喜这个大功德 所以刚刚我来 我就会随喜澳洲政府的功德 当然要随喜这边老百姓的福报 住在 我最羡慕的就住在海边 我的名字叫海涛 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海 所以我很喜欢潜水 我不吃鱼的 但是我喜欢看海鱼 所以我造了很多业 就潜水去抓鱼回来 养在家里自己看 看到它死掉 这是我的 但是现在好在我在救护生命 我们救了很多鱼 给它放回大海了 但是有这个习惯 但是这个也是个好习惯 因为我听说看海的人 念一下 心量广大 慈悲如大海 喜欢山的人是比较傲慢的 我要坚定的修菩提心 喜欢海的是比较浪漫的 因为 但是他心量广大 接受一切 不过老实说 昨天我们去那个海滩旁边 大家都跑过去 当然我们也要跑过去 和尚跑过去干嘛 去喂海鸥啊 去超渡海里面的众生啊 乃至死在海里面的 包括自杀的 喂这个去了 所以外表都一样 跑过去 动机不一样 所以各位这也要注意 就是说 你去观光一个地方 如果你去看 看这些海豚 你等于消费它 虐待动物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那些海豚 我们的动机 回向给它 希望海豚 赶快脱离这个痛苦 希望被吃的鱼 脱离这个痛苦 希望海中众生 你要看 的时候你要用一个心去看 一个悲心 而不是一个欣赏 这样你就 没有跟他们造共业了 就像昨天 他们带我们去看那个什么 踢羊毛 是吧 哇 大家 我眼睛都闭起来一起念了 因为看不下去 我看成什么 就像一个女人被扒光衣服 这样 然后她又不能动 然后全身又流血 所以 那很可怜 也没办法 她做羊啊 但是如果你去看 哇 这个很精彩完蛋了 这个叫 水洗造恶业 水洗这样不行 然后 虽然你必须要看 但是一直回向给她 希望所有的羊 脱离痛苦 希望所有的人 不要穿羊毛的 所以你身上还是有羊毛的衣服啊 但是各位你平常拜拜 你要回向这些羊 这样就好了 不然下辈子 可能你的皮要借她穿 这是没办法 这是因果 所以出家人全身都是穿布的 布鞋啊 衣服啊 出家人身上没有皮的东西 就是故意在怎么做 所以那我想我们各位能够有机会 接近佛法 特别正言法师 老实说像正言法师 他并不是读了很多书 那是他为什么在全世界各地 都能够集合这么多有缘的人 一起去做善事帮助世界 这就过去世的缘分 而且人投胎也不是这一事 如果正言法师可以在非洲帮助这么多人 而且集合这么多人去帮助非洲 都跟非洲过去结过缘啊 那所以各位念一下 广结善缘 方成佛道 所以我师父要我每天跑 他说你想要成佛啊 你想要一定要到处跟人家结缘 用尽办法 所以你要跪最最远的一个人 最深的海 乃至最低的无间地狱 你跟每一个众生都要结过缘 如果你没有结过缘不能够成佛 然后佛陀什么结缘呢 佛陀是生生世世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血肉跟我们结缘 所以我们才愿意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做一只鲸鱼 最大的鲸鱼 这只鱼为什么会做鲸鱼呢 它本来五百个生意人 大家一起坐船出去要去做生意 因为那边是土柱那边产钻石 那这边的人就拿一些玻璃 想要跟他们换钻石 玻璃制造的东西 结果那边的土柱又不知道 他们想说那个东西比较漂亮 但是佛陀那时候做那个商人 他很道德 他说我这个这么便宜 去换他们那真的钻石 他做不下去 所以他就不敢开口 所以他没做到生意 499个人都赚了很多钱 他就骂他你这个笨蛋 你来了为什么不跟他们换 他说这个骗人他做不下去 结果这个船要回航的时候 大家很快的赚了这么多钱 拿了这么多黄金珠宝 骗回来了 做生意嘛正常嘛 结果看到海底有一群鱼游过来 结果鱼为什么游那么快 原来后面有几只鲨鱼在追他们 那个时候全部的人 哇又赚钱又心情好 跑出来看哇大鱼吃小鱼喔 好精彩喔 小鱼一直飞啊一直跳啊 结果那个时候 我们佛陀做一个贫穷的商人老师 他就在甲板上看到这一幕啊 他就想哎呀他们好可怜 我一定要救他 我如何救他 这个叫修悲心啊 他只能想办法救他 他后来想到一个办法 拿个刀子在自己的这个腋下插一个洞 插一个洞才可以流血 然后小鱼被鲨鱼在这边吃 他就从高高的地方说 你们都说我是啊 贫穷人笨蛋了 不是 现在我要牺牲啊 救那些鱼 他就蹦跳下去 一跳下去在大海的那边啊 然后一冒血 所有鲨鱼都不吃小鱼 全部由来吃他 他牺牲了 但是他在被吃的时候就发怨 他发什么怨 怨我将来做最大只的鱼 来保护这些小鱼 不会被吃掉 带他们去吃到他们可以吃的海藻 这个叫发怨啊 所以那个时候他发了这个怨以后 他当然死了以后 就成为大海里面最大的鲸鱼 然后这只鲸鱼就是跑来跑去 就是在保护那些小鱼 那有一天他 这只大鲸鱼游到一个海旁边 那边地方啊 不下雨啊 老百姓也抓不到鱼啊 农作物也不能生产啊 大家都快饿死了 饥渴死了 有五个渔夫 因为坐在海边肚子饿 怎么办 怎么办 抓不到鱼也跟着也不成 很多人快饿死了 这只大鲸鱼知道了 哇 我奉献的机会又来了 所以各位修行要修行到 天生喜欢奉献 不要天生喜欢自私 外面下大雨了太好了 来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普降甘露 下到美国洛杉矶 有火灾的地方 缺甘露的地方 下到恶鬼道 好 请放着啊 那各位 这个叫修行 哇 南无不动如来佛光不照 这个叫修行 修行不要说 倒霉 今天没带雨伞 倒霉 出这么大的太阳 那你就不会修行 哪一天你老公有外遇了 阿弥陀佛 我自由了 哪一天你前辈骗了 阿弥陀佛 金钱五家共有 终于跑掉了 金钱是债 对不对 所以你要会修行 什么境界都变成好境界 叫修行 所以故事又讲回来 所以这只大鲸鱼看到呢 这个国家快完蛋了 他就想 我奉献你的机会来 各位要修到这种个性 凡夫一般的人 有贪嗔吃不好的习性 就习惯生气 习惯孤僻 那菩萨要习惯什么 习惯慈悲 不慈悲很痛苦 像各位已经年轻的时候 习惯谈恋爱 哎呦我就很痛苦 很快乐 像我不一样 我一谈恋爱就苦得要死 我不习惯谈恋爱 所以我适合做出家人 我习惯去屠宰场 这样可以 习惯去做好事 我虽然很会赚钱 但是我很痛苦 因为有了钱 我知道这个都骗来的 就是拿一个东西不是骗来的 把便宜的拿去卖贵 然后自己不习惯 所以虽然有钱 但是自己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后来学了佛法 我去关心别人去爱 去慈悲 我觉得我心里很平静 我没有骗人 而且对对方有帮助 所以这支鱼也是因为这种愿力 所以各位要发愿 来 愿自己生生世世 受苦受难 接近贫穷 帮助众生 你要练习 一直练习 练习去接触苦难 练习去帮助众生 变成你的你的一个好的习性 所以这样才可以成佛 成佛要修悲心 所以这只鱼就跳上海岸 好大一只 那时候五个人吓坏了 赶快跑 这是什么一回事 鱼就讲话了 佛陀说 菩萨生生世世 做动物都会讲话 事实上各位你听那些鹦鹉 鹦鹉都会讲话 鹦鹉可以跟树神跟鬼讲话 它们看得见 就像狗看得到鬼一样 狗看到鬼就 呼呼呼呼呼呼呼 你说鬼来了 每个动物有动物的特点 像蛇 很多蛇有它心通 它知道你在想什么 如果你想要伤害它 所以动物本身有动物的灵性 所以这只鲸鱼就讲话了 它说你们五个人 赶快回家拿筒子拿刀子 来割我的肉 放我的血 但是我要拜托你们一件事情 在乡村里面更远更远的 赶快通知他们 让他们不要饿死 赶快来喝我的血 割我的肉 大家可快乐了 各位你想想看 这么大的一只鱼鱼 所有的人一直跑过来 像蚂蚁一样 开始在挖它的肉 喝它的血 那个时候已经超过了两个礼拜了 那个时候玉皇大帝都受不了了 天上的玉皇大帝 是做善事 一个人要做玉皇大帝 要做什么善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骗人 不喝酒 这个要守五戒 生生世世可以升天 然后圆满七个德行 可以做玉皇大帝 再圆满四个德行 可以做上帝 这个各位要学啊 所以玉皇大帝 能够做玉皇大帝 有七个德行 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骂人 不背后 不骗人 不背后讲是非 不骗人 慷慨不思 不生气 各位记住啊 你喜欢不思很好 你一生气 你刚不思的钱就不见了 火烧功德灵 没有了 所以孝顺父母尊敬师长 这是世间第一福报 再来守口叶 不骂人 不骗人 不背后批评别人 现在要批评别人很容易的 看不习惯就睡睡亮 就会讲东讲西 福报又不见了 慷慨不思 不动气 所以玉皇大帝 那个时候整个鱼子都震动 哇 人间有人功德比我大 玉皇大帝就下来 哪一个功德比我大 居然是一只鱼 他就问这只鲸鱼说 你为什么不赶快死掉 你这样不痛苦吗 你难道要抢我的地位吗 我的天宫都震动了 这只鲸鱼就说 我不是要升天做上帝 做玉皇大帝 我呢 只愿意成为佛陀去帮助众生 那玉皇大帝说 那你为什么不赶快死 他说我还不能死 我死肉就会烂掉 太阳那么大 然后再远的乡村就吃不到 所以我一定要忍 各位说你要太伟大了 结果他又忍了两个礼拜 慢慢的忍到最后最远的乡村来 没有肉了 就把那头切掉 这样 这只鱼才死掉 所以各位 这就是修 修行要修到这样 那后来这只鱼又到哪里投胎 又投胎在这个蛮荒国家 做国王的独生子 做了独生子 再把出家人请到这个国家 传三归一五戒布施 翻转了这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知道因果持戒布施 这个国家才改变 所以我想这一次 谈说要翻转非洲 我看我们下回 出完钱还要去投胎呢 你不能说 钱我出你叫我去投胎非洲 Oh no 我要去黄金海岸 那这样就不够慈悲 所以佛陀就讲他 累世轮回帮助众生的故事 所以当然在这边如果有机会 因为刚刚我们这边的 大概负责人还是执行长 有个说啊 似乎有一个地方你们一定没去 叫Hero Iron 就是专门杀海龟 我以前说 专门杀海龟的地方 我们没有去 所以来 随起慈悸功德 大家的功德 回向所有被杀的海龟 往往 离苦得乐 活着的海龟 安享天年 不遭杀害 往往 那各位要不断这样祈愿 你开车 不要为自己开车 你上车 愿所有世界上开车的人 都平平安安 这样 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走过去 你要发愿 当愿所有老人 不要跌倒 有人保护 我们